日本那个AV的那个女友那么体力劳动 那她挣多少钱呢 你这怎么比啊 现在AV拍一部片子也就是10万块20万的日币 日币啊 太便宜了吧 AV女友10万20万日币是多少人民币啊 因为现在因为网络的影响性 她拍一部片子已经很少 所以她有一万多现在卖不出去的 天哪 要男的吗 男的就更少 男的钱更少 而且男的只有1%是男AV在日本 这1% 所以有一万个人的话 你只有100个人可以真正能做出来的 你像今天的很多这个网红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脸啊 不都说是锥子脸吗 蛇精脸 对蛇精脸 但这个蛇精脸的这个美审美的源头 有人说是什么 我就不太懂了 有人说日系的 有人说韩系的 你明白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就但肯定是跟上镜有关 就是因为上镜现在我们都是16比9 但是那个拍出来不是人都胖一点吗 但是很多就是演员他上镜啊 他好看的话他必须得瘦 真人看特瘦 你就得天独厚 上镜就圆就圆起来了 对他都有点偏稍稍快一点 对我都他还宽 宽 我上镜是胖的 我成了案板了 对我跟你说我就好多观众真见到我就会特别是老上远年纪的观众看见说 妹子你真得那个你看你都瘦了 我说我一直都这样只是上电视就胖 对他就没胖 都是买稍稍差的 是不是 是好有可能是好 绝对 我跟你说我们那儿就我亲眼见的就一个就是美女记者采访一个那个老人家老人家真的是 一直在沙发上就这么 哈哈 你这么说呀 我们美女记者撤也不敢撤 啊就一直拉手拉手完全整个采访 哦 占便宜了 不是我就说小牧 就是她这个 我想请教什么 你看好多女孩啊 打扮的就像那个 卡哇伊 什么叫卡哇伊 可爱型 可爱型的对吧 人家懂日文的 对我就说 日本的这个网络 也很发达 好像网红 是不是只出现的 就是中国显得最火的 这么一种境界 不日本也有 但有中国这么厉害 没有中国这么普遍 但最近就在我 这次来之前的 两个星期以前 全世界放了一个 视频最多的 叫Bico上 Bico是一个男的 五十来岁 屁股上 对 然后呢 她就打扮着 滑绿胡哨的 戴着滑帽子 她就把那个Pain Pain就是笔 笔和Apple Apple是苹果 在英文几个单词 把它串着 就只不到一分钟的 一个节目 她自己自拍的那种 然后在全世界 现在点击量最高 连续两个星期 视频 叫Bico上 当时我们可以再查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 但是日本有这种 像我们说打赏的 没有 她能挣这么多钱 没有 你知道现在中国这个 网红这么点小女孩 就是千万呢 年入千万呢 还是月入千万 甚至是 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 我还帮她做过一次直播 我带着她一起 在歌舞剧中晃了一圈 牛郎店啊或什么 结果她现在不见人了干嘛 她本来在日本做直播 回中国来了 当然 因为投资她三百万 当然了 就像那一百万拿的一样的 其实你看到真人啊 我们太熟了 我真不觉得她漂亮 连她一半都没有 真的 但是她就是 可以拿到三百万的投资 那你去能拿到六百万啊 但我可能不具备那个能力啊 你要在日本那个环境 你一定会 因为那个环境就给你了 比方说你去找找牛郎 自拍一下 找找牛郎 然后跟日本的那些黑铃铃铃 好像 你环境不一样 舞台不一样 好像是一份工作的感觉 找找牛郎 对 那就是 我就是说 他们不能靠这个 在日本不能靠这个挣钱 在日本是没有这个 没有像中国在网络上 日本的网络现在连 拿一个手机去刷钱都没有 我看我在深圳的时候 上次去吃米粉 一个小米粉店 你都可以用手机在上面刷 旅边卡牌手都微信 对啊 你看都可以 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快 我都吓一跳 日本不是 苍景空都改盘了 对 所以她必须到中国市场来 苍景空是不是发了 就是对于在AV女优来说 她是不是在中国市场 当然 她已经发了 因为她有流量 因为她也流量 流量空 流量小身手 流量小身手 你们说啥 你是网红吗 这网红其实不是骂人的 就是 时代变了 从活动程度上 它只是一种存在 对 你要正确的看待 不要内心有很多挣扎 对吧 我特想知道 冯老师 你觉得就是这种 打赏的这种制度 就是你觉得是什么心态呢 也没人给我打赏 我也没给人打 我赏 冯老师 你怎么自个儿就把当成被打赏的呢 她们的意思是你是打赏的 所以我说 我也没打过赏 就是你觉得 就是以你的分析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这些会 就是那么多人打赏 然后冲动性消费 冲动性消费 给你唱个歌 对吧 然后我要是一个老阿姨 我觉得不错 又觉得你又瘦了 那也给你打个赏 其实可能很多冲动性消费 但是你是 你觉得她还是一个商人的 她不光是个作家 就是她投资什么的 就是 麦肯西 麦肯西 是吧 麦肯西 做过十年咨询 对 你看 我就说这个投资咨询 现在很多人 就是今年 你现在就是经济 你也知道吧 经济不好 进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说这帮网红经济 大面积的 坍缩崩溃 就是很多风险投资 都把谁谁谁 列入黑名单 什么的 就是有些人就说 这个中国现在 这个网红经济 就全世界独树一帜 虽然别的也有 但是能产生 那么大的经济泡沫 在今年很罕见 但是他们就说 就速朽 速烂 你从投资人的角度看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是 总是一批一批的 它一个像一个金字塔 一大堆人进来 想当网红 对吧 然后慢慢开始红起来 十万级 百万级 千万级 总会冒出来 总是少的 下面一大堆人 总是往下掉下去 然后会有新的批 涌上来 老子在 就比如说一个 就像一个品牌 比如三点空 十年前可能 好多人不知道 那十年之后 也不见得有 对吧 他在日本 根本没什么东西 他是有这么一个品牌 从成熟到衰落 再有新的品牌进来 网红倒是一样 小木 你现在 你这个跟风月场上 打鬼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 中国 你的祖国 现在是女孩的春天 赚钱的春天 以前我觉得日本 是女孩的春天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日本有事情行业 有AV可以公开的 而且合法的 但中国因为没有 男孩的春天 对 没有女孩的 因为他能得到很多钱 那当然 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能挣的 就尽量去挣 但是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是网络的时代 那变成中国的网络 反而比日本更加先进 你看首先我们跨境电商 是中国搞起来的 那网络上去买东西 什么淘宝 什么京东 这那的 我还去参数过呢 去年 这是网络的消费 这个东西就是 但可能就是一阵 一阵时间过去 但能不能坚持三年五年 这不知道 咱们现在说的 多数都是这种叫秀场网红 秀场网红就唱个歌 他会活啥的 其实现在有一批网红 这个生意做的是真的很好 他们在淘宝上卖衣服 一个亿啊 产值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厉害极了 这是不是叫淘女了 那他跟淘 可能也有点这个关系 他就是 他就是本身自己长的 就是属于女生 觉得好看的类型 哪些是女生觉得好看 就是他可能本身长 我不是吗 我不是 就他是那种 就是女生觉得 没有特别强烈的攻击性 可能相对是 可爱一点点的那种 可能蛇精脸就不舒服 属于是女生喜欢的类型了 然后他是 女生也觉得他蛮可爱 是女生想要成为的那种 那种感觉 他同心看上去 也喜欢的那种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有意思 就是说实际上 现在是女性经济了 当然 就是你在找着 就是说满足这个色狼那套 不好使了 对 而且什么叫女性经济 就是你看我现在 跟一些女孩聊天 女孩就觉得 咱们的男人都是傻叉 那是谁说对了 这女孩就说你们 你们觉得哪个女的 看见你们就眼里拔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 他说 他说就是说 我们女的最会看壁齿 就是说 我说你怎么知道 谁就是壁齿 他说 我都不用 我一眼就知道它是壁齿 这是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 他说你们男人就看不出来 我们一眼就知道那是个壁齿 你们全都扑上去 就是说 他就看男的全扑上去 那人就是壁齿 是不是这样 那我可能不具备 您刚才说那朋友的能力 我还真是做不到 一眼就能看出谁就是个壁齿 我还真是不行 我揣测跟逢唐揣测的差不多 大概就是说 你看首先是不是比较性感 或者说 他会比较骚 没勺眼角的 白点花是吧 那些生母雕 我现在这么多了 但是你别说 你先交给90后 别拆我拆 现在我知道 现在还有普尔表 你听说过吧 没有 普尔 普尔表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就是普尔表 他是普尔男表 就是这种 你能想到普尔表 就泡茶的 表感觉很 还喝亮翅 韩信三点滴 清雅呀 来了 茶盘给你一弄 然后这一套 摆个茶席 对对对 韩信点滴 关公行程 做出一副 很清雅的样子 但是实际内心满是风骚 这叫普尔表 我记得尽早 心机表 绿茶表 你知道了 绿茶表知道 对 念个唐诗 背个诵词 去个台湾 这平台你们都知道 比我多清楚 你别装糊涂 他摆这些东西 有很强的气势感 别装糊涂 不是我就给你探讨 就是刚才你说这问题 很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网红 过去像咱们看到的 很多打赏一百万的 这是吸引男人的 对 对吗 还有一票呢 是专门就是吸引女生的 吸引女生这部分的产值 就是它就是变成 比如说服装啊 卖 然后化妆品啊 对 然后小孩的东西 对 孩子的东西啊 什么的 他这种就是完全变成了 这个产业链了 我知道有一个 就做的最大的那个女的 我觉得实际 她还是有这个一种触觉 嗅觉 对 时尚的嗅觉 各个女的都穿上衣服 她在接上照 但是这些女网友们 就觉得她代表时尚 就跟着她买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她肯定是有她自己 本身能力的地方 就是她对时尚的触觉 跟这个敏感度 她知道这几件 比如说 我有这几个款式可以挑 我就知道这个款式会成为爆款 那这个肯定是跟经验 你要干这行 你也是时装模特吗 对 你觉得你能把握住吗 就是 不好说 真的 这个真的是 因为有个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个 它可能相对是时装产业的 那个层面 可能在产业那一边 而不在顾客这一边 他们接触的这一票 他天天跟网友聊 你知道他们那个互动性非常强的 他天天跟他的顾客聊 其实是 他就成为了顾客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了解消费者的 我不见得了解消费者 我可能更了解设计师 更了解时装产业的那一块 所以这真不好说 因为他已经特别明白 他的顾客需要什么 所以当他一看到这票款式的时候 我马上就知道哪个款式 明年能成为我顾客里的爆款 他就可以先下单 他等于是帮着他的顾客 先下了那么那么多的单 然后他也能保证把这些全部卖出去 这是一个好买卖 人家年收入过亿 我最近发现 在日本的街道上 各种就是像青山 戴观山 包括伊斯坦 好多中国小女孩 自己拉个杆在那拍 对 他就是首先 因为中国还没有的 到新建国家或者到日本 因为日本的服装 时尚离中国很近的 都要黄皮肤 个头都长得差不多 肤色 然后那种形状 日本的设计师太多 所以跑在那里去自拍 所以他从那里就可以 发掘很多东西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年轻女孩子 在那里买完东西 大把小包子 拎到我们店来了 坐在那里 两个哪个 我想他们两个是网红 结果一份是长沙的 湖南长沙 他真是很有名 我上一个月去长沙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 两个人出现在我面前 我说这两个人怎么会来的 可能我发了微信 什么别的朋友 他本来就在长沙 很有名的网红 所以他们就是到日本去取迹 就发现这些经济信息的前缘 找来 然后他都拿回来 改良改良 就变成他自己了 这也是不容易 对对对 是吧 他肯定有商业头 很努力的 他有他的商业头 你像我觉得这个 现在有些人就是说 比如是像你像李爱 你从小出道 奋斗这么多年 是吧 这个薄荆苍苍 都受尽气压 没有 才有了今天 对不对 我这是取经呢 我这是 身心 身心受到很多摧残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对吧 但是 我都不好接着话 18岁的 18岁的 对吧 就跃入千万 你觉得这会对他的心灵 产生什么影响 很爽的影响吧 我都觉得给了他自信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给他自信 如果他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他可能更成名 更能挣得更多钱 不管他两年三年 我觉得他可能更 他们苦恼的可能就是 接下来 我该往哪儿转 你红了一阵以后 你现在我已经 这事呢 就有点 那前两天 我们还在聊呢 他就已经泰国的那个 他不是每年都有那个 选美皇后什么的吗 他也是一茬一茬的 这一茬过后 那天戴军 他不是很熟泰国吗 他还说呢 他说那个 他为什么很熟泰国呢 泰国小王子 对不起 泰国什么行业呢 他在泰国带着 然后他很喜欢在泰国 泰国买了房子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前几年的 这个皇后都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现在都大家只看到新一批的皇后 这都一样 都是一茬娱乐圈 什么哪 其实哪个行业都是一茬一茬的 那接下去往哪儿走 可能是他们更加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这个文涛能有另外一个生意 怎么能让他们变成长青树 可以咨询他们 因为文涛了18年了 对吧 对 我这个靠的是老腊肉的 这个风干的劲 是不是 一股邪气顶在屁股 其实很多时候 咱们都是就是说 替谁替古 他们不是古人了 很多人都在 我发现成年人就喜欢说 你看这些小孩 对吧 就是涂着一石的什么 但将来怎么这样 它红 就是红一石 其实你胭脂 对 谁知道 人家自己 不是 人家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是挣这个快钱的 我就是 这就一年挣了一千万 挣了一千万 干什么不好 你想想 那个就是您收入过亿的 这挣个两三年 是吧 对 就可以嫁人了 就可以过他恋爱这样的生活 还愁啥呀 就可以包人了 包人了 包人了 我过不上他那生活 不过亿的 你说是吧 但是你看这个冯唐 你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对吧 你说 我一写书的 你接什么 不是 我就说现在网红的这个词啊 越来越多见啊 你觉得网红 除了这些小女孩之外 好像还包括很多 比如说你也算网红 当然 对吧 因为我文章写的太好 然后被传的太多 就是在网上比较有名的 那你说 王之聪也算网红 那当然了 那你比如说有没有电视红呢 电视红和网红也不是一回事 对吗 不是一回事 其实电视那时候有电视明星嘛 你还记得就是 最早的时候 电影看不起这个电视 但电视越来越影响的越大了 然后开始变成就是影视明星了 对吧 然后网络呢 开始大家也都是看不起 包括写作的时候 说网络作家 就好像相对差一点 现在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淡 就是作家嘛 其实现在的社会上 看网红 小姑娘 一下弄那么多钱 其实有点鄙视她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一个多元社会 什么东西都需要 它能快地挣钱也好 哪怕它就是 前面是有点性感也好 或者是慢慢用服装 用物质也好 哪怕它是短半年一年 我觉得都是合理存在的 我们应该去支持这种事情 就是草本之物也是之物 对对 我想是 社会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那这个 就像在日本有AV女优一样 对对对 我刚才就想你可能是 这位女什么圆胶妹的代言人 不是不是 你觉得就是咱们很多时候 就是从这种父母教育这种 你觉得日本的这种小女孩 在很青春年少 甚至上中学的时候 跟中年人换这种圆胶 这种圆胶 你认为都是存在的 也是合理的吗 那这家是在法律上 允许的情况之下 原家是属于自由恋爱 但是他如果是没有满18岁 你是多少年以后 发生人生照样抓这个男的 你再满了他18岁以上 他自由恋爱是合法的 要不然购物今天怎么会 几百一百多间情形酒店 那干嘛的 一间里面至少有平均 20个房间 所以这些东西 它就是合理的 你觉得一个女孩 我现在替国家教委考虑一下 就是一个女孩 在她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将来她成人之后 是可以完全 就当风吹过一般 还可以过健康正常的生活 还是说这事会对她心理 不会 我觉得日本女性 日本女性在这个方面 是比较开放也好 她找一个男的 比方说同时两人进情酒店 一人吹一半以前 我就经历过 你 我都经历过 你出了一半 我出一半 我后来变成我老婆那个 你老婆出了一半 她也是 你出一半 你老婆出一半 就出一半 这情人酒店的钱 不是我没听明白 你你跟人去情人酒店 开房的那个钱 开房的你出一半 你老婆出一半 她要出一半 你跟的是另一个女人 不是就是我带了一个 比方说我当时带的女朋友 后来变成我老婆 OKOK 后来变成我老婆 我带了我女朋友一起去开 到情景酒店去开房 她说这个房比方说一万块钱日币 她要出五千 然后你请她吃一顿饭 她要请你吃顿饭 这说明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男的去找开心 她也在找开心 这是平等的 明白不 说不清谁玩谁 对 那么多 所以有小鲜肉 可能我当时是比较小鲜肉一点 20年前 所以小伙子就没看得出来 就是我觉得这种性男女是平等的 就不是说只是一味的男女就出现 女女也可以出现 还有一个就是 到了以后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到了30岁以后 她真正要结婚 很多都做过人家的二来三来的 她老婆也知道的 一定要漂亮 一定要能收贿到什么时都是 走走走走走 你看日本有个电影 日本有个电影 就跟她秘书跟那个老板在讲话 现在正在放着电视剧啊 讲完以后舌头也舔一下的耳朵 真的 有这么一个镜头 这个第二点 你看你高兴的 你看你高兴的 哪找这样的你秘书 两边酒窝都出 就这样的呀 哈哈哈 镜头镜头镜头 这边是客人的吧 对 哎呀我肌皮疙瘩都镜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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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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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这是 喝一杯吧 哈哈哈 突然觉得日本好多元啊 这个社会 这很正常的 很正常 还有一个我再讲个小故事 有一个我的前妻的一个女朋友 她的她的闺蜜啊 跟一个跟一个老板跟了快二十年 然后嗯快二十年自己四十岁才结婚 结果那老板先死掉了 耳朵都给舔烂了死掉了 死掉以后 她每年就给她烧香 中啊 还是有感情 这是感情 对 她也已经有老公 已经有小孩 她每年到的那一天呢 一定会去烧香 哎哎哎哎 这是其实这是一种意 嗯 那有有的时候就是说 呃 谈恋爱男女两个人 嗯 爱情可以没有了 嗯 但是无情不能无异 爱没有了可能情有 情没有了可能意还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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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有这女秘书 对 我也有这女秘书 我也给她烧香香 哈哈哈 真是 你说你说 都结了婚了身材还这么好 就是结婚了身材能更好 哦对 我这个也是老观念了 是吧 对吧 你为什么结婚之后身材可以更好呢 嗯 就是有滋润吧 结婚前的那个 他可能 没有现在心里头这么安定的 对 结婚前的滋润叫没保障的滋润 哈哈哈 结婚后的滋润叫有安全感 结婚前是语语 结婚之后是自来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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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好意思了 真的 不是你发现新婚这个已经半年了 是吧 不止了 婚姻生活怎么样啊 你说呢 看我的状态 哈哈哈 笑的眼睛都成一条线了 哎呀这一点点 觉得乏味吗 现在还没到呢 还没到 对人家说七年之亚 风唐等着呢 哈哈哈 还有一阵子呢 我今天给你找了一个婚姻方面的导师 这你叫李小木先生 你听说过他的英雄师纪吗 听说过 在那遥远的日本 对对对对 那那条街上我还去过呢 这是你看我这兄弟就是帮忙救场 就是从日本飞过来啊 来来来参加我这个支持我这个 是是是 你说我在 我特想知道 我今天刚刚下飞机 就是 现在短时间还在日本啊 对我主要长时间在日本啊 对我主要长时间在 差一个小时 小木老师 您那条街上 你就叫小木哥就可以 小木哥 对对对 您那条街上只要是中国人 就是在那边营业的话 都是您的人吧 那不不不不 都是中国游客 也是他的人 不是就除了中国游客 就是只要在那有工作的 都是您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能这样讲 我我只有两条街 还有其他街是别人的 哦 他的势力范围 两条街 对 他可厉害了 但是就是小木手下的这个 马仔 小弟啊 我跟你说李爱 下次去我应该给你介绍一下 帅哥 东北的 对吧 是是是 而且小木手下的这个小弟啊 特别靠谱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我到他那去找他玩嘛 他就带我去一些什么 没去那些场所啊 去去歌舞机厅餐厅是吧 嗯 哎然后就哎 我给你看看 小弟安排的特别好 就说哎 豆哥怎么怎么怎么 你知道他一看就是在江湖上啊 这个这个这个特别地道 所以我说你这小弟 而且小弟还是个好老公 对对对 那么帅一个小帅哥啊 竟然是个老公 娶一个日本媳妇 对 娶日本媳妇 而且还不像小木这么花 嗯 是吧 特忠实 对对对 小马小马 小马哥 真的 就是小马哥 他本来就是姓马 就是小马哥 对 为什么我觉得婚姻问题呢 你可以请教他呢 嗯 他结了六次婚有七个老婆 不是 不是 结了七次婚有六个老婆 哈哈哈 就是六次婚有四个老婆 哎 怎么少了 等于四五六是同一个人嘛 就离了 四五六 离了又结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记救起来 您确定我真的要咨询他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峰哥觉得你应该咨询一下 哈哈哈 要不峰哥等不及了 没有 你生命还有很长 你说现在大家那个要 拨活好长时间 过去都是六七十岁 对 有的是结婚 现在一百年吗 有的是结婚的结婚是吗 对对对 哈哈哈 有的是离婚的结婚 哈哈哈 哎 哎 就是说这个 这个当然现在这个李爱也特别红对吧 是吧 李爱 但是李爱你对网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感受的这个网红是啥样的 因为我之前呢还真的去主持过一次 就是关于网红节 就是类似于就是把还挺顶尖的一批网红聚在了一起 然后停了个奖 哎 我是见到那个观众席上卖 所有的人都在直播那些网红 那是那可能是 比如说我也主持过类似于这个汽车 他不会 那是炒成一片 就是我在上面主持下面一帮姑娘们还举着这个自拍杆 自拍杆 在那接着说 也有这样的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啊 就是说你也是模特出身 对对对 你觉得对于比如说这个你主持这个车模 汽车模特的这个啊 对车模身材的要求和你的身材有差别吗 到底是车模还是网红 这得分清楚 先说车模 先说车模 它不太一样 差别别 是不是车模需要更丰满风骚一些的 因为 像你这身形就是标准模特比较瘦长的 对对对 就是我还不够玲珑剔透 你像是这样子的 那个 玲珑是玲珑 剔透没法剔透 他有时候那个他也挺剔透的 所以模特如果像我们这样时装模特最主要服务的是衣服 那车模呢他就是他要服务 他不能说服务车 但他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是要吸引眼球 然后更多人来这个展台 像文涛这样的猥琐中年男的一看这就觉得哎呀我要买这么一个车旁边已经坐着一个这样 你想想车展有多少个展台是同时开放的 你不像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这一场就这一个秀 是吧大家坐到那静静的就看舞台上这些事 但是你车展多少个展台同时开放 但是你这么多观众进来 你没有办法 你怎么用更好的办法把观众就吸引到你这个展台上 特别而且大部分买车的还都是男性 所以 只有胖你同行 对对 所以他当然这招你说他高不高明吧 个人就是见仁见智 可能有时真不高明 因为来的看如果都看美女了 对于车他可能也没那么关心 他只是赚到了这个彩头 他不见得真的达成了买卖 所以这个事也有带商榷 小牧你觉得这个现象吗 就是中国的这个车展搞成这个车模选美大会了 对 日本宣传汽车会也是这样 也会穿得很性感 但是没有中国这么暴露 会请什么那个波德野街衣之类的 AV你又一般不会 但是他有专门的 你想来变脱 我想把宣传汽车 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就是车模 车模当然跟刚才 李爱 像李爱讲的一样 就是跟服装展示不一样 他主要是展示车嘛 那女孩子怎么信 他不是说想象日本是个色情大国 就是用性来表现的东西 那还是会有 就一定是很漂亮 该有的地方必须要有 我不是批评你们 就是服装模特儿有时候没有凶 反而更时髦 但是车模必须要有凶 车模必须要有凶 车模必须要有凶 要凶 所以你看中国的车模 当然比日本还夸张一点 几乎就没有那个罩子在上面 剔透剔透 就搞剔透的 就搞个沙发的商品 那是吸引眼球 冯哥对这个很有认识了 从来没去过车展